请表态 70扣有点小 8090各占一半 我坚决反对任何租男友 租女友回家这样的行为 风险性太高了 你们没有看到网友 出过事 出过事 对啊 网上新闻里出过这个 就是啊 然后他带着一男友回去 这男友特别配合 表现特别好 家里人的红包收了多了去了 然后晚上这男友就走到他的闺房里说 你做我真正的女朋友吧 这女孩在这种浪漫的气氛当中 一想也不错啊 然后两人就省序一万多次 然后结果回家之后 这男的卷着钱 整个人蒸发了 你知道吧 被骗财骗色 我这说的好像就是你自己的事一样嘛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吴老师 您多想出一天来的 我给您结账吧 咱俩这事也别瞒点了 过年回家 争男友争女友回家这件事 他其实是可以提倡 太恐怖了 你知不知道这叫引狼入室啊 那也不是情狼的狼 那是色狼的狼 而且你知道 这男人你对他前面根本没有了解 他外人一作奸犯科的坏蛋 你们全家儿的生命 我跟你说都不保 再说了 那是你亲爹亲妈呀 你忍心就这么骗他们吗 潘春春 你赞成吗 其实我也是赞同的 请问一下如果要租你的话 多少钱一天啊 现在我还没这个勇气呢 我觉得既然其实他们相遇 说明也是一种缘分 当然前提是这个人靠谱 你说我怎么就没遇上这么好的事呢 你说租就租吧 好像还蛮漂亮 都是男人 命运怎么就这么不同呢 他为什么会这么幸运 我们掌声欢迎这位告白者 哈喽大家好 志根好 你好 志根好 我叫西鹏 今年28岁 是个北京地道的纯爷们 纯爷们 现在跟几个朋友喝开了咖啡厅 然后也算做一点小生意 我让你说这些了吗 你以为你长得帅 就可以无视我的存在吗 没有吧 我觉得应该 你在我上面吧 这不叫我在你上面 我明明在你旁边 你这么帅 怎么可能没有女朋友 因为我去年的时候刚刚分手 你们两千的协议是吧 对 协议是他提的 因为当时我把身份证 还有一些我的信息 然后写在了上面 大概时间是一周左右 然后费用是一千块左右一天 一千一天 往返的费用是由他来出赚的 一个星期就七千 包括往返的费用 他得租个男友回家 前后得花上万把来块钱呢 可是你不觉得特质吗 又不就 什么那些菜 为什么会觉得特质呢 你就那么值钱吗 我告诉你 那男生比你帅 哪个呀 那个 对吧 我还是觉得我们观察团的男生比较帅 你这样太不好 如果要你花一万租他 你会租吗 那还用说 当然不会了 你看吧 这就是臭屁的后果 就让你花一万块钱 租我跟老师的 跟主持人的话 你拉上我干什么 我名话有主啊 这是孤品 不能租 你拿了钱吗 我从一开始见到他那一刻 我就想不拿一分钱 那你就是一开始就不怀好意了 其实不能这么说 因为他给我当时的感觉特别的直爽 因为在这过程中 他对他父母也非常孝顺 所以我就没有想过要他这一分钱 他当初那个招租的协议上是什么条件 我觉得是写的是我 那你介绍一下你的条件吧 身高长相年龄三维都说一遍 说啊 今天差不多吧 这孩子太会说话 怪不得他硬针上去 如果他不漂亮 你会被他租吗 有的时候不是看长相来决定一些事情 那你们俩在这段时间去山西的这一个星期当中 你们最亲密的行为是什么 拥抱吧 他大夫有蟑螂吗 然后站到那天我进屋 然后他看到蟑螂 然后一下抱住我 那一时刻 反正当时我的心都融化了 我挺为那个女孩担心的 我怎么觉得可惜啊 我 每次遇到这样的事情 我就父爱泛滥成灾 我太气愤了 潘春春过来 80后那位男生 来来来 就把当时看见蟑螂那一刻 他就怎么抱住你 让他们俩再演艺一点 让我们感受 哇 我 我 天呐 天呐 妈妈回来了 妈妈回来了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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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就是抱一下你 我们没有说要继续往下演 我们其实就抱着进家门了 知道吗 然后他说的那个心的融化 那个如果说那一刻 我抱着他瞬间心融化 那是因为 我问你一个陌生的女孩 跟你不认识 但是因为租赁的关系 彼此有了一点 稍微有一点暧昧的好感 他突然之间遇到了危险 抱着你 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感觉 我觉得如果穿的那么少的话 确实会起邪念 你知道吗 那如果他没穿这么少呢 人家正常的 那我觉得应该就是 大怪像马把他放下就对了 就不会再继续抱着他进家门 你不会动心 不会 因为很明显我们就雇主关系了 怎么可能会因为这种事 去起别的邪念 如果我碰壮狼 我可能 你反手给他一耳光 不会 我可能如果我碰壮狼 我还真的怕蟲子 假如我碰壮狼了 我马上回来打 会这样 会这样 然后马上紧一紧 我想双方也都不会 我想双方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 真的喜欢双方 应该就是那次拥抱 然后让我一下子觉得 这个女生很需要呵护 很需要保护跟照顾 我觉得很多圣女看到这一段 应该受到很大的启发 想要有情郎 先要找蟑螂 对 这蟑螂找得对 而且也有可能 这个蟑螂是开始 这小子特意安排的 他抱住你的时候 你认为他喜欢你吗 有 但我不明白 就是因为从太原回到北京 然后从春节到现在 从一个特别热情的一个人 然后变成了一个特别陌生的一个人 而且下火车那一刻 我还跟他说 我说明年我要租你做我的女朋友 你跟他表白了 对 他怎么说的 他不拒绝 然后也不同意 就这样说句实在话 如果有人要租我 我说如果 我觉得我挺屈辱的 我怎么可以交换呢 用这样的方式来欺骗白发脏脏的老人 你们忍心 但他们就在一起了 不算欺骗呀 现在还没准谁说在一起了 我认为这种方式 我还是不提倡的 至少我是不提倡的 原来我们说网恋不靠谱嘛 但网恋也有成功的 但是这个还是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是商业行为 和对父母的欺骗 因为曾经就有这样的新闻 就是有个女生 她每年回家去的话 父母就会逼她 上午相亲 下午相亲 后来她已经受不了了 突然呢 你被逼过 没有我 是一个新闻 事实 后来的话 她就去到了精神病院 就希望医生给她开一个 精神病的一个证明 然后她就为了回避 就是不回家不停的相亲 然后就在精神病院里面 住了一周 父母也应该自我检讨 不要逼婚逼的太厉害 把孩子逼的 你说都上精神病院开证明 在那儿去度过一个春节 你想想 这孩子心里得多难受啊 你给他们一点空间 让他们慢慢找 别搞给他定时间表 这样的话 孩子就能够慢慢的 是吧 顺畅的找男朋友 那你到这儿来告白 你认为你有多大的胜算 我只想 古东勇气 不管成功与否吧 把我该做的能做到位 然后之后的结果是什么样呢 我都不会后悔了 好吧 不管刚才的话题 有多么的争议 但是今天既然你来了 我们还是给你这样的一次机会 我们请 这位同志站到开启告白之门的 按键旁边 赵丽 我要问你三个问题 好 徐鹏 好 你那个所谓的雇主 丁宇 如果他今天不来 你怎么办 我还依然会坚持 依然会告白 因为我觉得认识的途径不重要 重要的是能感觉已经到了 如果他今天来了之后 明确的告诉你 你误会我 我们只是租约关系 我并不喜欢你 你刚才所意识到的什么 我抱你呀 我半推半就不表白呀 你都误会错了 其实我一点都不喜欢你 你怎么办 还是会坚持吧 最坏的一种可能 他是有男朋友 他只是不敢带到家里去 因为他的条件不符合家庭的需求 他还有男朋友 你怎么办 什么事情都有公平吧 我觉得可以公平去竞争 或者公平去相处 你真的要坚持到底是吗 就哪怕是跟另外一个男人公平竞争 你也要进行下去 我觉得就像我来之前 来这个节目之前 因为我听到这个节目说 有爱就要大声说出来 我觉得既然我有感觉 我有这份的想法 我就应该大声说出来 至于结果怎么样 已经不重要 你已经做好准备了 是吗 请把手放在按键上 来我们一起倒数吧 五 四 三 二 一 金润珍珍珠提醒您 稍后继续收看 完美告白 已经做好准备了 是吗 请把手放在按键上 来我们一起倒数吧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太抱歉了 人家来都不想来 终于等到你 照片要错过你 最好的年纪 遇到你 自在不负自己 终于奔淡你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你们觉得这样的 要做男友吗 你们想做他的男友吗 站出来 谁啊 谁 我虽然是开玩笑 但我说的是真话 你应该不像 没有男朋友的人吧 我确实没有男朋友 你们家里 为什么比你这么紧 今年多大年纪啊 今年28岁了 本身自己也知道 到了结婚的年龄 爸爸妈妈肯定也很着急 更重要的原因 我觉得应该是 因为我姥姥 我姥姥今年过年 就88岁了 他看到我的表哥表姐结婚 他不可能 没有期许 我希望能够 给姥姥一个交代 那你不觉得 这样挺不安全 我也是要有自己的考虑的 就是我也要有 自己的审核 你了解他的前情过往吗 这个 你了解过他是否 在公安局 有备案纪录吗 这个还真没有 是啊 你怎么确定 他就是个好人呢 他一个是长得 我觉得特别 讨老人的喜欢 还有就是 明明是我这种长相 最讨老人的喜欢 老人肯定说 这么帅的 肯定没好果子吃 对吧 肯定心里不踏实 我这样才最安全的 我一直都认为 咱俩同一块 咱俩就同一块 你真会说话 事实就摆在眼睛 我只好承认 我跟你说 不要因为这小伙子长得帅 就以为他一定是一好人 我跟你说 长得帅人变瘦 现在多了去了 哎呦 你被欺负的多惨呢 今天他租给你 明天就可能租给别人 结了婚之后 可能他还拿这赚卖快呢 有什么可以回应一下的吗 志玲老师说的 句句入情入理 我突然觉得 觉得老师童年不太 好像不太开心 我说的都是实实说话 再者最重要的就是 你不觉得你这样去骗一对 白发苍苍的父母 你良心上会有一些愧疚吗 肯定会有 但是我觉得这种内疚 我也是衡量过的 就是骗与不代之间的内疚 我觉得骗的内疚会小一点 你为什么会遇见蟑螂抱着 你无论当时身旁是谁 我都会抱着 这是看到重复的最自然的反应 最正常的反应 听见了吧 自作多情了吧 既然已经说到这了 说点实实在在 你到底喜不喜欢 别装傻 都闹到我这了 你还不说实话吗 这个是他闹的 是他闹的呀 你不来了吗 就是我跟他第一次见面的眼神 还有他给我的 他冲我微笑 当时整个身体都酥了 我觉得不是说 但是 就但是我见到 每一个人我都会笑 难道哭了 那个小伙子 你对他笑一下 酥了吗 我只能说 你很漂亮 其实他没了 对 我觉得他俩还挺般配的 然后我也挺羡慕的 加油 如果他拒绝了你 你就继续追他 一定会成功的 一会儿 给父母打电话 告诉他们这件事情 是假的 你们会重新 好好认识 如果经过了 实际的检验 你们俩并不合适 以后再也不可以用这种方法 面对未来的男朋友 或者是女朋友 好 任何一种坏的事物 都有转为好的 但不是百分之百 那是不是能够证明 所有的认识的方式 都可以演变成真正的爱情呢 我相信成功率 可能连百分之十 百分之五都到不了 但是如果你们好了 我们还是很高兴 当然这还得看他答不答应 那么接下来 我们把舞台交给徐鹏 接下来是徐鹏的告白时间 其实我特别想知道 为什么从一回来 然后到现在 你一下子就变了另外一个人 你知道我租你回家 过年的理由是什么 然后我说实话 我特别特别感谢你 让我父母还有我姥姥特别的高兴 然后我也特别高兴 因为我是一个北漂 然后我自己想奋斗 我是北京人 然后我有房子 我觉得你不需要因为房子 然后奋斗去影响我们之间的交往 我说的这个立足是指的房子 但不是我老公的房子 我觉得他不会耽误我 跟你的之间的交往 而且你不觉得就是从我们认识 然后到现在 然后到回到老家 然后这之间发生的事情都历历在目 你很多事情 我都记在心里 包括比如说你做红烧肉 做每一道菜 虽然很好吃 但我都没有说出口 你喜欢的小熊 然后你喜欢看的电影 你所有的所有的一切 我都记得 真的不相信我 我觉得今天在场 所有的人都可以证明 我是一个认真的 我是想跟你好好在一起 我觉得你可以给我一次机会 然后让我们去认识 去了解 去在一起 实际上我的重心 是一直是放在工作上的 这样吧 这样吧 我给你让东西了 好不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Madame 我又是一个宇宙 在深夜宇宙 Smithsonian 我的天宇宙 我的天宇宙 一ieron 的 word 很 我 一분 黑 一半 语 發 D 我没有想到就是 你会就是用 我不知道该 就是你知道吗 就是一开始认识的那种方式 让我觉得特别的 就是比正常的那种相亲 还要让我觉得别扭 实际上想起来 没有我知道 我知道我们认识的方式 会让你觉得很尴尬 因为我今天还给他 准备了一份礼物 因为他让我们认识了 因为他让我们 今天有了这样的机会 所以我希望把那个东西给你 闭上眼睛 闭上眼睛 是吧 我爱你 如果不习惹就好 我爱你 叫我 我爱你 但我爱你 我爱你 怎么 Annette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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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给她的礼物是吗 对 这是我送给她的礼物 因为我们是 因为我们是合同上认识的 所以我希望 当时我们签的是一周的合同 所以我希望 我把我这辈子都签给她 然后希望 我可以好好地照顾她 我把我这一辈子都交给她 出租方 徐鹏 成租方 丁宇 甲方徐鹏自愿由 乙方丁宇 无偿租赁使用 使用范畴包幸福包满意 租期一辈子 生效日期2014年2月25日 如果不满意 可以退货吗 不包退不包换 不包对不包换 对 你要是愿意 就在上面签字吧 拿笔给我 谁让你给她签上的 她的要她自己签 没有 在我心里 已经是这样的现实了 我觉得 你把笔交给 自己决定 不要因为他们这么说 这是你自己的事 自己决定 我就搞不明白 这玫瑰花捧手 她的房 那么 他们是 隐约 她隐约 这个你们俩是要带回家吗 要啊 要 就实际上 我说的话也很开心 然后 我想问你 就是 实际上在签字之前 我应该问你的 你可以接受 我不停的出差吗 可以啊 我都可以接受 你就可以把我 当成一个港奔 她做什么 你都愿意包容吗 我都愿意 来 用这个给她画上胡子 来嘛 她说做什么 她都愿意 试下看 画呀 我都愿意 不听好了吗 你看 她愿意包容你 你是这算答应了是吗 我只能说 是 是一次吧 是一次 好吧 我们束缚她 一个星期 不准洗啊